OK 那麼你現在圖片解決了嘛 再來 你要打這個 加圖那個什麼 它裡面的背景啊 要換一換啊 這個應該自己會嘛 這就不用我教了對不對 這個 還要我教 就糟糕了 好 那我看一下 它基本的圖 有沒有 一些形狀也都有 好 我們看文字的部分 你點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 中邊這邊有多個東西跑出來了 好 那 你要打中文當然是沒問題啦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什麼 字型 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這是一種方法 我就直接這樣打進去 可是呢 你應該會發現 這樣是還是 很難看 因為網頁上 很多因為這些服務很多都是在國外嘛 所以中文字型的部分 來你看 點到它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可以選字題 還在跑 還在跑 我們看一下 請問有沒有中文字型 你如果剛剛亂過一次 其實有的 有部分的有喔 有些網站它是可以選自己本機的喔 可是這裡能不能選 不行 那請問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一般其實會在海報上 你會比較在意字型的 請問是哪些內容 標題 內文會不會很重 在意那個字型 不會 內文通常我們就是清楚表達 然後看得清楚 也不用說特別大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大概就用什麼 用黑題啦 或者是細明題 還可接受 可是標題的部分 我們的選擇就很多了 有幾種方法 一個是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字型 可以直接用 那我先用一個 來 麻煩各位你讓我們這邊 剛剛 您可以到我的網站這邊喔 我們這邊好像其他的都有斷掉 好 右手邊這裡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Photocab 我們剛剛講的台灣之光的 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也可以從哪裡 從我這邊 剛剛這個網址有沒有 剛剛這個網址 你可以下載 那麼各位呢 你下載好了之後 下載好了之後 它是一個壓縮檔 好 是一個壓縮檔 我先把它摳到外面來好了 好 在這邊 你就按右鍵 有沒有7-zip 你把它解壓縮至此就可以了 好 那個資料夾我幫你留著 所以解壓縮之後 會自動產生一個資料夾在這裡 打開它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小驢子 在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把它點開 這樣就OK了 好 這個軟體就打開了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用 你先把這個檔案先下載一下 各位都把軟體打開之後 我們先來這邊 你就開一個空白的就好 預設應該也有空白的 這樣就有空白了 好 有沒有看到我們右手邊的文字 有很多的類型 你就看你要哪一種 假設你要這個 這個 好 這比較亮一點 點過來 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這邊點兩架 兜兜兩架 有沒有看到字型 這邊就是你自己電腦的 不過我記得我們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字型 順便會撿到 這樣不好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有準備 在這裡 你到任務裡面 最下面 有沒有免費字型去哪裡找 這樣可以OK嗎 一般現在比較有名的就是王漢中老師 他有釋放一部分 大概48個 所以有些學校也有用 那另外呢 這兩個是國外的 漢頂這個我記得好像是德國的 就是他們有一個中文研究所 好 你看點進去 就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對了 順便跟各位介紹玩到的功能 右手邊有沒有看到一個筆記的部分 所以你的教材是可以做筆記的 教材是可以做筆記的 你就在這邊 按確定 你可以做很多筆記 有沒有 這是文字型的 如果你想要有 手寫的 這個有沒有 你可以裝一個擴充工具 在這邊 但是強調一下 你必須要用一般的帳號 就是不能用訪客帳號 我這邊先做一個給各位看 你只要每個頁面下面都有 就可以找到它 你把按加到Chrome裡面 增加好了之後呢 我們這裡 我把它 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右上角有多一個 有沒有 這邊有多一個之後 我給你看一下 如果你是在OneNote裡面的教材 打開之後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不管你捲到哪一頁 不管是影片也可以 按一下收一些筆記 有沒有把你畫面抓下來 自己做記號 這樣有沒有清楚 當初怎麼做的 還可以自己play一下 好了之後呢 你就來這裡把它按提交就好了 當然萬一錯的就從這邊清楚 按提交 你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有沒有一個圖片的筆記 這樣教材跟筆記在一起 除非你連教材都丟了 不然筆記就會出現 如果是影片的更方便 為什麼 比如說你要看影片看到 第幾分第幾秒 筆記就做在那裡 點到這則筆記的時候 影片自動跳到你指定的那個位置 就是你當初做筆記的位置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用一點點 所以你做筆記除了手寫以外 其實上面也可以做 這個是順便補充一下 那我們剛剛呢 提到在這裡 選好了 有沒有發現我都很會 隨便亂講 會拐到外面再回來 來我們看一下 顏色你指定好 大小指定好 好 我在這邊把文字打進來 還好我們打字是不會太慢 OK 那麼 包括一些其他的我就先不用 好我就先這樣按 OK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把這個 準備拿出來用了 但是 好 放進來一點 OK 好 那我現在怎麼拿出去 因為我現在後面是不是有個白色的背景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底層 有沒有 右手邊 你把他眼睛關掉吧 有沒有覺得你看到有點熟悉的東西 因為他本來有顏色在那裡 你拿出去還是會有顏色啊 所以我現在只要沒有顏色的 OK 那如果你需要加一點裝飾的話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叫影像物件 只是他真的老了一點 哈哈 畢竟 軟體已經一段時間沒更新了 那 你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 你從來沒有看過有軟體有123的 知道什麼123嗎 你看我們現在圖戶是不是有點多 如果以一般軟體的概念 你是會這樣往上拉 啊 這樣當不會痛 因為這樣會不準啊 兩排 三排 沒有人做123的對不對 只有他們家有 因為我目前沒有看過軟體有做這種事情 好 所以你要哪一個 啊 這個 放上來 有沒有 塗層 順序按著往上下 有沒有 跟一般的軟體都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放到這裡來 這樣 有沒有OK了 是不是在這邊也可以做設計 一樣的概念 好我就把它收起來 好的 重點來了 如果你做好了 你要拿出去的話 來 你看我們在存檔 沒有 全線 那我們就找桌面 這個資料夾 重點來了 請問 要存哪一個格式 你知道為什麼 一直要介紹那個格式了吧 所以 打預防針有用 哈哈哈 來 PMG 當然如果你要能夠繼續編輯 因為我們剛剛看那個雲端的服務 photo是不能存在原始格式 但是有些雲端服務可以喔 那如果你想要存起來 讓你日後可以繼續編輯 有沒有看到它有工作檔 這個就跟我們一般的office原始檔案一樣 你打開就可以繼續編輯 除了這個格式以外 其他的都會把你所有圖層都合併在一起 你就不能再改 好就不能再改 好我就選擇先選PMG 好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 它告訴我們 含透明資訊 這就是我們要的 好 因為我們把背景關掉了嘛 如果你這樣子 就等於沒關 好就插在這裡 好我現在就把它存出去 給它一個名字 好OK 可以啦 那你應該知道我代表要去哪裡了吧 我只是來這裡把它放進去而已啊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上面是沒有辦法用這個中文 有太多字型 可是我可不可以拿這樣來用 當然可以啊 你只有字也可以 我只是多加一張圖在上面而已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還是在做影像處理嘛 因為把字當土來用 把字當土來用 這樣了解意思了 所以就給各位練習看看喔 我們現在大概是3點29 30分左右 我們就先休息10分鐘 好不好 來